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本期为大家分享徐志摩的作品《墨上花开》 走着走着就散了 回忆都淡了 看着看着就累了 星光也暗了 听着听着就醒了 开始埋怨了 回头发现你不见了 突然我乱了 我的世界太过安静 静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心房的血液慢慢流回心事 如此这般的轮回 聪明的人喜欢猜心 也许猜对了别人的心 却也失去了自己的 傻气的人喜欢给心 也许会被人骗 却未必能得到别人的 你以为我刀枪不入 我以为你百毒不侵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求曾经拥有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 遇到你 一个人的默然 加上另一个人的苦衷 一个人的忠诚 加上另一个人的欺骗 一个人的付出 加上另一个人的掠夺 一个人的赌信 加上另一个人的敷衍 爱情是一个人 加上另一个人 可是一加一 却不等于二 就像你加上我 也并不等于我们 这种叫做爱的情啊 如果你忘了苏醒 那我宁愿先闭上双眼 你说你不好的时候 我疼 疼得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你说你醉的时候 我疼 疼得不能自制 思绪混乱 我的语言过于苍白 心却是因为你的 每一句话而疼 太多不能 不如愿 想离开 离开这个让我疼痛的你 转而 移情别恋 却太难 只顾心疼 我忘记了离开 一次一次 已经习惯 习惯有你 习惯心疼你的一切 许多往事 在眼前一幕一幕 变得那么模糊 曾经那么坚信的 曾经那么坚信的 那么执着的 一直相信着的 其实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突然发现 自己很傻 傻得不行 我发誓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掉了 笑我们这么傻 我们总在重复着一些伤害 没有一个可以躲藏 没有一个可以躲藏 不被痛找到 却还一直傻傻的期待 到失望 再期待 再失望 习惯失眠 习惯寂静的夜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想你淡蓝色的衣衫 习惯睡半 习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 抱着熔熊独眠 习惯吃咸 习惯伤口的那把盐 在我心里一点点蔓延 习惯观天 习惯一个人 坐在爱情的井里 念着关于你的诗篇